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讲过了增上改查 对不对 这只是主体框架 基本功能 咱们还需要添加一些功能 比如说上传图书的时候 要想让别人看商品好看一些 是不是得有商品图片 那一些正规的一些上线的网站 当然了传图片它都传多张 咱们小心一点 所以咱先传一张处理 如果是多张的话 咱们需要再建一个表 把图片单独用表去存 对吧 比较麻烦一些 那原理是差不多了 咱们先看一下单张的处理 那咱们所有的类都在这里边 前面当学过文件上传了 用这个类就可以 对不对 但上传后的图片 用户可以使用圆图 也可以使用缩略图 所以不管上传多大的图片 咱们需要把它怎么的缩放一下 对不对 咱得缩放出两张来 一个做列表的小图片用 对吧 一个是原图的 用户查看详细信息的时候使用的 对 一个 然后咱们这里边还有分一样的 验证码的 验证码咱们这里边用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学的这几个类转成对象 咱们都可以直接用 就不用再编写一次了 对 放在这了 然后咱们上传之后 用图片存在这里边 可以吧 这里边原来有一张图片 这图片咱们就做上传加水印用的 一张图片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都哪地方需要上传 上传肯定得在 添加 对 添加和修改 对吧 我们看一下添加 首先我们就必须把表单给修改一下 让它可以上传 所以上传必备条件 方法必须是post 对不对 然后必须加enc type 对 对 然后是MU编码格式 对不对 然后MURT MURT 然后是PART 鞋盖 然后FORGATE 必须得是这种格式才对 对不对 然后里边的最好在文件上传的上边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最好是加一个隐藏表单 类型等于HIDDN 这可加可加 对不对 名字必须叫做MX最大的文件 Size 限制文件尺寸对不对 然后V流值 比如说我限制一兆 那就是随便写一个 一千再来三零 对吧 是 对吧 限制一兆 这表单就可以了 表单有了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文件上传呢 在 还是添加这个文件里边 我们选中文件之后一点提交 是不是在这块 对 在提交的最上边 我们先把文件给它上传成功 对吧 当然了 修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 处理过程 所以咱可以把处理过程 其实写成到一个函数里面 对 写到一个函数里面 然后我在修改的时候 有掉这函数 对不对 那咱先写出来 然后咱们再稍微修改一下 好吧 那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文件上传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些类 我们包含进来 一个是 头文件里包含 头文件 头文件里包含这个类了吗 没包含文件上传类对不对 因为只有文件上传的使用 所以咱们在这包含 包括包含哪个类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的文件上传类和图像处理类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边用到这两个类 所以文件 upload 拿底边的 就是上一集污入下的 对 class 下边的 这个类 class p 包含它 我们还需要包含一个文件 什么呢 图片处理类得说放对不对 img img 这两种了吧 然后这块我们做一个上传的对象 new 必须得接下文件上传 假如这是对不对 文件 up 而会文件上传 然后我们在文件上传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指定上传的入镜了 你看上传的入镜 在这类里边我们通过什么指定的 是不是里边有pass 树枪 还记得咱们用side设置吧 对 对吧 这里边up 里边指定 什么 side 设置一样上传的入镜 格式就是图片的这种格式去了 我只改变一个 因为这上传的方法 咱们前面讲过对不对 然后 入镜就是上一节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up r oads 是不是这一个入镜下边 对 然后我们判断 如果up里边 用up r oad 上传 只要传一个表单的名字 咱们叫pic 对不对 如果上传成功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在哪 在数据库里保存一个上传的名字 对吧 然后 这块 因为我们这块 wp c 等于我们用一个变量 好吧 这话用 up里边有一个盖的文件名 这能获取的上升成功后的文件名 对不对 否则 如果上传失败 这话输出 达了服务 谁啊 有一个up里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get erormsg 过去错误消息 可以输入错误消息 然后我们 egsid可以退出程序 对吧 我们就挂一下 制成了 如果上传成功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干嘛 这直接就可以有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需要对图片进行缩放 我们先看不缩放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有的pic的名字了 我们可以把这名字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变量这块对不对 单言号 到达pic 看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添加图片 现在我们这话随便写一个AA出版社 bc 坐着CCC 价格333 随便描述 浏览一个 那比如说 我们这话浏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片 假如这个 对吧 添加 好 添加数据成功 我们看一下 上午没上升成功 是不是上升成功了 但这图片没缩放 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大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尺寸是127768 对不对 一般网站上又不上更大的图片 而且还没加水印 那我们需要在这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用 创进一个imt等于newimd image 那处理哪里的呢 我们在这过渡方法 一个指定上一节目标下的 uprods加水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边只需要缩放和加水印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缩放 这玩thumb这个图像里边 咱们有这个方法 对不对 对哪个图片就缩放了 对pic这个图片 因为路径已经指定了 对不对 缩放成多大 比如说300x300 这图片最高 就是它会等比的缩放 对不对 宽高 不要再超过这个大小 对 然后名字 咱们就叫做th 第一个缩放图片的大小可以吧 名字 咱们这块只加起来不用输出这个名字 对不对 然后再缩放一张做列表用的thumb pic还是对的一图片 咱们是圆图要不要呢 如果圆图不要的话 圆图不要的话 我们这块是加一个空 就把圆图给修改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列表页面 列表页面就是 它不超过100和100 因为列表图片太大的话 传输也慢 对不对 别传给客户端 然后用rtm锁 那样的话喊占资源 那这个加个潜坠th下方线 对吧 然后在圆图上加个水印 这个是ipic是个圆图 这有个列表图片 对不对 我们做一点试一下 我们看演示一下 再添加一个比如说 aaxx 随便写几个价格 然后再浏览一个 比如说换一个大象这个 添加 好添加数据成功 那我们得看一下 这个大象有两张图片 一个是圆图 一个是th的 不用把这两张都存到手军库 只要存一个圆图的名字 然后咱们补上前缀 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图了 你看这图300x200 对不对 这个呢 100x67 是不是 所以这图 这点打开的话 是不是就不大了 对不对 圆图的大小 这个大象本身定图是很大的 嗯 然后这个我们加了之后 看一下 已经可以了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们再加个水印 这块是 对 创建图像对象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是 缩放 缩放两张 对不对 一个是什么 圆图 一个是用来 干嘛 对吧 列表使用的小图 是不是这样的图片 然后我们再干嘛 再添加水印图片 添加水印图片 就直接IMG 里边有一个WTRMARK 水印对不对 然后WPIC 在原图上加 那我就直接对原图片名 这是法规不就原图片名吗 如果再缩放图片加的话 前面这么加上一个TH下方线 这块 连接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在原图上加 直接PIC 那水印图片是谁呢 就是PIRP.GIF 对不对 这个图片 我完全可以把它写在那 水印图片的图片名 我完全可以让用户改水印图片 我可以写到配置文件这块来 对不对 比如说 WTR水印的IMG图片是什么呢 就是PIRP.GIF 你可以换其他的水印图片 对不对 配置文件有了 在这里边 是不是包含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因为默认这个就是在当前五 这都已经指定文件了 目录了 所以这块之间 WATER水IMG 水印图片的路径 默认和这个是在同一个路径下 对不对 然后位置在那 还记着零是随机 对不对 然后1234.6789 对 9.5在里边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块天虎 是不是要在这中间 对吧 然后水印图片 如果想在圆图上加 还是圆图保留 就圆图保留就是加水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个空 就是把圆图覆盖 不会再形成一个新的图片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先加 比如说 R WW FF 这样一个 66 浏览一下 有了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天价 天价成功 我们看一下上升的图片 这个图片 那你看这块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在水印的 对不对 在水印的图片 我们就都加上了 对不对 那这是添加图片 那数据库里有没有呢 数据库这里边 你看 给你用鞋上大计 过来 是不是都加上了图片了 PIC PIC 都有图片名了 对不对 那这是添加的处 这是添加图片处理 那修改呢 我们是不是同样这个步骤 那同样这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步骤干嘛 这个步骤 对 提出来变成一个函数 你看 很臭 看到了吗 然后 我们 再 做一个函数库 比如说 嗯 FUNCTN Vection .INC.PRT 这样的话 我们多代码写 尽量不写重复的 对不对 PIRT 比如说做一个方法 Vection 叫一个UPROAD Upload 文件上传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传一个名字 表单的名字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拿过来 对 当然上边如果也可以包含那两文件 对不对 那我上面已经包含了 我就不在这里边写包含了 好吧 然后用这个对象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 我在这块直接返回什么 返回 到了PIC 是不是要这文件的名字 否则的话 我这块就 出错的话 就返回什么 返回假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函数 UPROAD就小了 所以这个函数 我们在哪用 只要我们在这块 只用什么 掉用这个UP 但是我首先我得包含 包含这个函数 您可录的 包含谁呢 是不是上一节目录下的 Faction.inc.PRT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 直接掉UPROAD 里边存 PIC 但是这里边存 PIC还不行 因为我们里边 是不是还是用的这个名字 我们把这个的感觉 出来表单名字 NAME 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然后 上传成功 返回的 返回的 WPIC 等于 这个 对吧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给这负上值了 然后这块 如果你可以判断 WPIC 等于假 你们干嘛 这块输出一下 是不是 文件 上传 失败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等于真的话 是不是就有名字 那这是 这是这块 那修改呢 我们怎么做 刚才更新的对不对 现在天下之功了 你看我们到修改页面 到图书列表页面 是不是也有这些 每一个是不是也修改 修改 是不是也得看图片的名字 有一点修改 是不是得把图片写在这 所以我们再到修改界面 book MOT 对吧 这是修改界面 看修改界面这块 我们首先也得把这里边改掉 对不对 修改也可以上传 一个就是MET 这块是ENC Type 对 里边传上MULTI PRT 斜盖 FORM D 对 DT 这里加上这个 然后里边在文件上传的前面 我们 input 类型等于 是HIDD 然后名字等于 MX最大的文件 尺寸S I Z 对吧 所以就值也一样的是 6 也一样的是限制这么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块可以什么的 上面我们在取数据的时候 取没取出了一个PIC 这就是那图片名 对不对 既然有这个图片名 那我们在这块就可以对这个进行 什么的 缩放处理 修不修改的图片 就看我们行不行上转 我们在这块 在这个位置 第二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 imgsrc 等于 什么呢 还记得那个图片名吗 将网号 PSP 网号 那位置在哪 这个图片位置在哪呢 对 IQO在 当前 哎 输出 嗯 对 加上这个路径对不对 嗯 当前路径这不行啊 超过100的宽度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图片列表 再回到图片列表 我们点修改 有 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 那别的现在都可以修改 如果想修改这个的话 一点就来改变图片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那时间关系 这节课咱们就先介绍这些 那至于图片的实际修改 咱们下个课再简单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